我在当兵的时候是一工队 然后跟哈林 然后跟福茂的小老板 睡在一起 哎呀 上下铺 上下铺啊 吓我一大跳 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 然后福茂小老板说他当兵以后 我们两个退伍以后 他帮我们两个签下来 哇那时候很高兴 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退伍以后就开始练歌 然后跟他 跟福茂小老板谈签约的时期 然后最后我要去跟他谈签约 最后那一天说要签约了 他说对不起 我决定 只签哈林一个人 什么 很可能 蛤 真的喔 所以就是哈林哥 你把人家的发片梦给挤掉了 你说这样也不应该 你又是海绵宝宝 真的吗 一点都不像哈林哥 声音差不多嘛 都有一点沙哑 Yeah 他看到应该会生气 好啦 其实俗琴也有同样的遭遇 对不对 其实遭遇是怎么说 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在典将嘛 那时候我的师姐 有江淑娜 范怡文 张青芳 所以二姐还是你的师妹 对 他是在90年 90年之后才进来 我是在1988尾巴的时候 进典将嘛 然后记得有一年有练到就是 你喜欢我的歌吗 就是在我的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不喜欢 不喜欢 你会唱这首歌 代表这首歌真的很红 很红啊 领唱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我很想把你割了 真的啦 会唱这两句就很厉害了 他很红 还有印象 那我的意思说那时候 其实专辑就是会收十首歌 确定了嘛 那我就进录音室去录了 结果后来录一录 好像那首歌就没有了 因为可能就是被师姐 选到那首歌了 那后来刚好因为我的制作人 陈阳老师 跟那个企划人员姚谦 他们在为这个电影 鲁冰花做这个电影的配乐 跟写这个歌 那本来只有童谣的部分 是给那个里面的小朋友唱 那后来姚谦就想说 那也少了一首歌 干脆呢 就建议把那个前面写上 这个A段的部分 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歌 所以才有这个鲁冰花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歌会找人 人跟歌有缘分 我在回头看的时候 其实如果抒情那首唱 你喜欢我的歌吗 也许就不会让你那么印象深刻 对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凯慧 我们两个果然是 果然是一团 没错 可见我们两个在恍神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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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讲的也没错 对不对 因为鲁冰花更红 没有啦 我跟你讲 好来 我来帮你解释 其实我们是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本来车站是蔡小虎要唱的 真的喔 对 然后是因为他嫌弃车站 他嫌弃车站 太娘了 所以他就说给张秀卿唱 有时候有些歌给不同的人 来表现来诠释 会有不同的结局 结局如果车站给蔡小虎唱 戴自己的大条 好了 这条歌 就不再等一上 好棒喔 好像越描越黑 我不敢说 这只有你一种部分的人 才有法导致说蔡小虎的拍位 今天从一开场 其实我跟周老师在唱 那个青梅竹马的时候 我就享受到这个节目的用心 因为像那个邵大伦先生 他在旁边就唱和声了 对不对 不同的感觉